法國巴黎著名旅遊名姓艾菲爾鐵塔的職工 因為抗議工作條件而進行了兩日罷工之後 已經在星期四重開鐵塔 好多遊客排隊希望從320米高空跳望巴黎的景色 據艾菲爾鐵塔的管理公司說 同工會的談判在星期三晚成功結束 但目前還未公布雙方談判的協議內容 據估計艾菲爾鐵塔每年吸引了大約700萬遊客到訪 在下季時達到最高峰